好 我们看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第十个 我们说子组件向副组件传递信息 子组件怎么向副组件传递信息 同样的问题 我们问一下 上过view的同学 上过view的课程的同学 view里面怎么做这件事情 有些同学说 说这得 你要是VIP还好 你要不是VIP的话 这个就是我买了一个read的课吧 你天天在那儿跟我说view里面怎么怎么样 这个买一个还得饶一个 好吧 这个可能是我的问题 那个我大概说一点 回忆一下 你要学过的话 你回忆一下view里面是怎么做的 view里面是在 副组件上定义了一个自定义事件 然后子组件里边用image 来调用这个 就是来触发这个事件 触发事件的时候 把数据塞在event里面扔回去 记得吗 也就是说子组件向副组件传递信息 第一个都是副组件把事先准备好 能够回掉的点 事件是一种可以回掉的点 钩子是一种可以回掉的点 反正你得事先准备一个能让我掉你的东西 然后等我子组件在发现事实后 掉你的时候 我去掉你 在掉的时候 我把函数里塞一个参数进去 那个数据就回去了 能理解吧 这个没有问题吧 因为所有能够塞回去 以为能够塞回来的东西 它是个对象 理论能塞对象 你可以塞任意的东西 你可以塞一个dome进去都可以 理解吧 那么好 那么我们来看react里面 这事儿它怎么做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依然会用到 两个组件 一个副组件 一个子组件 好吧 我们还是拿这个当例子吧 一个parent 一个那什么 010 .html 好 整个下来 那么我们来看哈 首先是副组件 副组件里边的话呢 那么我们 首先副组件里面 我放一个可以接收你的东西 副组件这个接收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叫AValue 那么这AValue的话呢 我们先给个50 我们先勉勉强强强给个50 怎么又打分号 这个啊 是吧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 F2 这个F2是我本来拿 就是子组件如果掉的话 就掉FN2这个函数 那么这里面 那么这里面我会给入一个参数 叫AValue 那么他给到这个参数以后呢 首先呢 我在这会喊一嗓子 我 我让他看测点 Log一下 就是 就是Trigger 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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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AValue打印出来 好吧 VALUE 对 然后在底下呢 我会 我还Size他吗 我其实不用Size他了 Size他有点 劳民伤财 我又不想显示他 对吧 我只 反正这出来了就完了吗 然后我把它更新到这个东西里 就完了吗 我上面也不想显示他 State.AValue 等于 AValue 好吧 我们简单一点 大家 这个东西最练习也做了很多遍了 然后 这个副组件这块呢 那么我 我这个也不用 对吧 我只是调用一个子组件 把子组件拉出来 也就是说子组件到什么时候 觉得OK了 那么子组件去触发这事 然后能把这数据给上来就完了 那么在这里边 我需要把 我现在的这个函数给到 子组件里面去 那我怎么给下去 好 还是这个地方 我们 我们这个里面就有一点 大家说 哎 函数也能给下去吗 其实大家想一个问题啊 这说明你 Jarscript ES5 你就没学好 Function是什么 除了 像什么数字啊 这个字符串啊 什么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以外 还说 Undefined 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的 None以外 其他的这些东西 都是Opercent 万世纪Opercent Function是个Opercent Function是个对象 是个对象 就能往下传 想想 Jarscript 有给我讲过这事 数组 这都是对象 好 那么这 我往下给 我怎么给 第四点 FN2 怎么样 点棒的吧 你不棒的 一会儿里边 这这这 这个第四 不都丢了吗 是吧 是不是要棒的一下 第四 OK 给此组件 传递下去 这就完事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这样 这样的组件里边啊 我们先有一个东西 来放一下 这个东西 第四点 State 等于 这个东西是MyValue 我估计让它名字不一样 其实可以一样 这无所谓 我们给吃25吧 又 这个 又打了一下 这个分号 受不了了 这个是没用的 好吧 然后子组件里边 这边 我们这里边 给它预备一button 拿第五包一下 省得一会儿出事 我们小心使得万年船 是吧 input 然后呢 type 等于button button 然后呢 value 等于呢 send 吧 就是发射 然后 onclick 你里边点击完了以后 你总得事件去 调容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 this.fn.bong 的 this 然后这是一个 那个什么 把它闭合掉 OK 这个东西完事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得把fn实现一下吧 fn里边是什么 fn里边 我要去调 副组件 给我的那个回调 所以这里边就是 this.props .myfnc 然后是 this.把哪个东西给进去 把state .myvalue给进去 对吧 这是这个值就上去了 所以你去看 其实react里边实现 子组件 向副组件 传递信息 这件事情 要比view做的 怎么样 优雅 简单 粗暴 有效 对吧 直接扔一函数进去 回调 好 这里parent 这没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关了 好 这个必须得把这个什么concel弄出来 好 在这 我一send trigger25 进来了吧 也就是你已经收到 因为trigger25 其实是副组件里面的 函数里面的 对吧 它只要 它只要打印出来 就说明 这个fn2已经被调用了 其他的 那你进去以后 你愿意怎么处理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副组件 自己想好就行 副组件 向子组件 拿一个props 只要改 子组件就会render 就会触发 就会触发各种update 然后子组件 向副组件传递信息 就是把一个function 扔下去 然后回调的时候 会拉一个数据回来 它回调的时候 就会把那个数据给你运 该干嘛干嘛 理解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